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受到封面云系逐渐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由北到南都陆陆续续有一些阵雨的情况 特别提醒大家 这一部封面云系还会持续影响台湾到明天礼拜一 不过还好的是封面云系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但是还是要特别提醒中部以北地区 还是有机会出现比较短时间强降雨大雨的发生机会 大家还是要记得做好防范的工作 好消息是这一波封面云系除了会逐渐减弱之外 到了明天晚上降雨也会逐渐的趋缓下来 礼拜二开始就会转为是以西南风影响 比较典型夏季潮湿炎热的这种天气形态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农业小叮铃 最近的天气状况真的是相当的炎热跟潮湿 而且下雨的情况也相当的频繁 这种温暖潮湿的天气非常有利于木瓜疫病 碳驱病黑腹病以及鹤斑病等等的病害发生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落实田间的卫生管理 如果有些落叶跟枯枝的话 要赶快把它清理掉 以免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了 另外也要特别提醒种植水稻的农友们 这种天气也很容易出现白叶枯病跟隧道热病的情况 同样的也要提醒加强田间的卫生管理 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一些药剂来确保收成了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封面云溪 预计就持续影响台湾到礼拜一 礼拜二封面云溪通过之后特别提醒大家 因为西南风会吹起来会变得更加的闷热 同时水气也会比较多 也会比较容易下起一些午后正雨的状况 来看一下礼拜一持续受到封面云溪的影响 各地由北到南都会有一些雨势 那么礼拜二开始吹起西南风 也会带来一些水气 天气状况还是持续的比较不稳定 预计在接下来这一周 都会是以西南风为主的这种天气形态 非常的潮湿跟闷热 大家也要多加注意气温的状况 务必要记得多补充水分了 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几天 其实都是受到封面云气通过 礼拜一受到封面云气通过的影响 各地都会有一些阵雨的状况 而礼拜二之后 转为是以西南风吹拂带来潮湿的空气 除了在西南部中南部沿海地区 容易在清晨跟晚上出现一些局部降雨之外 中午过后也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午后阵雨 整体来说在接下来这一周 降雨的机会会是比较大一点点的 大家从事农事活动 务必要多加注意 如果遇到午后阵雨的话 要赶快进入室内会比较安全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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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